各位朋友大家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有一个 甲级商下连环成交的事件 最早出现的是 美国银行中心23楼的全层 这个全层其实是银主货 在市场上也放售了一段时间 终于以作价2.5亿售出了 平均售价大约是18000元一呎 也已经连接三个私家车位 相隔三四个礼拜 美国银行中心的30楼全层 也成功沽出 本身是一个上市公司集团的总部 今次售出是以2.6亿元售出 连接四个私家车位 平均售价大约是18000元 但今次比较特别 它不是交接交易 它是以一个65万月租 的售后租回形式售出 这两宗交易 也都成为了 很久都没有出现过的 一些美国银行中心的成交 都是相当触目的一些消息 也都相隔了一段短时间 也都再传出 皇后大道中9号的29楼全层 也都传出是卖出的消息 而皇后大道中9号 也都好一段长时间 都未有成交 本身是关南湖集团的一个总部 也都售出了 而赤价方面 大约是22500元一呎 如果大家看这三宗成交 其中有一个特色 如果说今次的平均赤价的成交 就相对比起这两栋大厦的一些 历史高位 赤价最高成交的纪录 差不多跌幅 都跌了有超过60% 都是比较触目一些 自从这三个全层的交易出现了 也都开始传出 有其他的一些写字楼大厦 都有一些楼面成交 其中一个消息 就是中环中芯 但当然 中环中芯这个是63楼的全层的售出 暂时未有一个最新的落实的消息 都是一些市场的传闻 但如果中搬回 最近期的一些甲下的成交 因为价格下调的幅度大 吸引到有用家和投资者入市 相信陆陆续续 成交中数都会陆续出现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